大家好我是babybaby新人鸡蛋糕 这期我们来水一下 人家最新要的四块臭苦刀究竟有多水吧 上一块说到魅魔永次郎 为了完成主缘的任务单街倒立 变成肥猪一样的鬼头 吸引无数冒险家的目光 德川窥见于二代苏米其名的二代猪猪 得知他就是将杀生石贴猎的真凶后 猪猪与永次郎会面了 时间回到猪猪作案当晚 夸好月圆之下 你看多有情趣多半的背影啊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的背影 怎么突出的地方有毛的呀 哦是人 这是二代猪猪 月光之下强壮背影啊 火羊脱衣显壮 但是他居然与自己的祖先不同 不是雄气毛蓝 体毛也太稀薄了吧 这可不是那个男人喜欢的类型呢 不过猪猪拥有贼高颜值这点 应该会加分的 咦怎么感觉猪猪他 有点像那个男人啊 糟糕糟糕 在温柔的月色打官底下 除了突出猪猪辣秋色可参了脸蛋以外 还有三身人羊看得清轮廓的迷人腹肌 这点确实有遗传到 初代老祖宗的体格特点啊 不过老文明浴室的夏丝强力双腿 隔着裤子这样一对比 感觉整体纬度上 比老一代略显缩水 略显顺色啊 这算是正三角还是倒三角呢 出出大口哭去一口气后 测试看着一盘的插身时要做案了 哇 多搬了一块石头 单凭他数千连宝金风伤 也溃扬不动这点 就知道这是一块十分内涵的岩石 其硬度程度肯定不少于一百分的 如果再加上九美腰枯 可以找钱打紧 这些狐狸跨生的传说及两门加持 那这块已经满分的石头 肯定能拿下三百分以上了吧 这轮廓这形状的垫脚石 不用来打野可气了呀 咦 只现在石头不远的地方 插着一根鞋的历史遗志 杀生石柱子啊 这里是著名警区吧 初处选择半夜周案是为了逃票吗 真的逊啊 只见初处伸出单手 用掌心贴的十年 似乎在感受石头内部的邪气呀 这块杀生石可是有毒 会放出毒气的 难道他要修炼那家伙独门秘书吗 毒手完成了 初处 你还是柳龙关了 但是奇怪的是 在初处扶墙的时候 他的头还似不时侧转 一副时刻留意四周转他的样子 他是在干什么亏心事吗 这种动作这种姿势 他该不会是在名胜古迹的跟前伏墙小便吧 还是在做更离谱更大胆的事情 不愧吧不愧吧 做完钱留下战斗的圣水和鸡蛋清这种事 快留下证据了呀 只见初处一副观赏自己成果的样子 低了头 哦不是不是不是 第三没有奇怪液体 只有一堆虫子而已 我们误愧了 并谈谈新版本准波子 怎么会做出男主角任牙才会做的 那种出格低足的些事情呢 初处看着地上满地始终很是悲伤啊 他似乎为了守护虫的安全 才决心将这块东西剔裂的呢 接着初处为了施展TG 转头离开杀身池走远了一段距离了 这也太迅了吧 谈谈以TG闻名的初处 居然使出TG初季还要拉开距离的吗 难道不拉开距离就无法踢碎石头了吗 初季岂是如此不变之物啊 这加苦的程度太低了 初处皆用力去洗 擦身时附近的空气后 居然随时低头下沉是要倒下了 糟糕 初处这对吸的毒气中毒凋零了吗 哦不是 他是主动低头成腰的 只见初处奔紧那 与其说是像鸡蛋 不如说像是热狗轮廓分明的腹肌后 肤色渐渐变黑 这种事 可不是那些大度懒的肥猪人做得到的呀 啊 只见初处既然摆出了一个 极为掃进的枪铺立刻架势 他在下身双吸外脏的蹲距下 也将双手外脏 上身腹地到极低的位置 让胸腹于同陷入麦腿形成的夹脚当中 这种立刻架势明显于二代素敏 此处两者向他踢技时 这架势有所不同了 单看架势 就能体现双方流派和战斗理念的不同之处 初处全身上发出极为凌厉的气场 咦 一定这里有点怪啊 出处蹲地前冲后 一把干净有力的冲刺藤公中尉彻底 以历天的出处彼时 踢向这块古老的杀生石 发出惊为天爷的爆裂声响 嘞 随时杀生石出现一条裂痕后 一分为二了 而滚板封印石头的圣神也随时裂开 这是可等工整的裂痕啊 如果只是贴碎的话 谁都能做得到了吧 但是要做到这般只裂不碎的表现力 可是需要超级高等的技术和踢速才能 哎 好了好了 即当我也吹不下去了 反正就是越鼓越强 初处 你好强大 这就是为了吹初处这个角色 所展示的表现力了 像米玉过去我们3T端向腿这一脚 识别克拉足以打猎的女神像 无呼吸连打中的这脚 还有苏米踢碎横肝肋骨的这脚相比 你会给初处这脚站立个震撼力打多少分呢 哇 只见裂开成两半的杀生石内部 居然有意义生亏的观察 这该不会是钻石吧 而且裂开的断面上 不断浮现出不知道是毒气还是邪气的东西 难道竟然在石头里面的 要狗欲找钱要被施放复活了吗 还是这只是那只臭壶里 被巨球前所释放的苦臭啊 答案是什么 不过不管怎么样 石头裂开后 本体过不了多久也会裂开的 这是印鸦世界无庸置疑的事实 越早前凋零 哎 接着那个破坏文物的蟹 在月色被雾纹遮盖后 还十分有武德的低头鞠躬 就离开安法现场了 难道鞠躬也是骨香铺的礼仪之一吗 很有工匠精神嘛 时间线回到了现在 哇 只见那个干净入房间的勇士郎 虽然全身散发出一股足以柳居空间的浓烈气味 就从初初的身边走过了 中日成名便宜 九个高级烟的勇士郎 有臭味也在所难免啊 似乎夜下周围的气味最为浓郁 而小小小附近的气味最为单薄 这强而有力的味道 与其说是邪气毒气 打不如说是过于浓厚方向的体味和男人味啊 苦臭 这是苦臭 这是狐狸精都拥有的特征啊 难道永三其实真正就是 妖狐欲找钱的跨身转身吗 一个是迷倒凡夫属死路人的魅魔 一个是诱惑君主 败坏巢子的狐狸精 同样喜欢穿黑色的景深衣 同样有强大的幼体 而且他们没有同宽出现过 答案不是显而易见了吗 是本人 是同一个人吧 永三欲找钱说谈谈成绿啦 只见傲娇永四郎 与初速目观接触后 假装高人露出肥婆脸 二话不说是故事 没有礼貌盾做下来了 这种坐姿 与大女儿杰克将一模一样啊 不愧是亲生妇女呢 不过当时杰克是对于外寒狗 才做出这种谢坐姿的 现在永三对于谈谈处处 居然也这样 这是不是有点 而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谢德川 居然没有为永三准备坐姿了 而且也没有调整坐的位置 将永三亮一边了 明明之前与武三见面 三方面他的时候 都不是现在这样 可是很注重疑似感和小季节的 难道永三在德川心中的地位 已经下降了吗 还是永三对坐姿正玩意 有了什么不堪魁所的糟糕魁也 才故意不做的呀 看到永三乖乖进屋的德川 露出计划通的卸校 看来他是早就约好永三过来 与初初碰面的吧 而初初看到永三后一脸震惊 然后一同被永四粮迷住又扩半 盯着永将的小脸蛋 初初说说之后 就问德川永三是可许人 哎呀 初初真是没听说过 永三是第三最强生物的名号啊 难道初初的树米一样 过了脱离现代人生活的修炼日子 所以两人才不认识永三这个网红吗 然后德川 又问那种老美人才问的问题 问初初怎么看永三这个人 初初再次欣赏永三那娇美的容貌后 觉得永三刚进来的时候 有点什么怪感觉 但是当永三本人 不好意思说出口 初初的谈吐言语十分有修痒呢 在德川的访问下 初初说从永三的身上 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冲击 德川开始受右蟹续命 说初初很有眼光 问他那是什么样的冲击 初初想了一下 就说那是鱼童铁球一样的冲击 那是鱼童一个超异流金牌运动员 在房间中全力转挺 为铁球加出一样危险的冲击力 范远你这个好家果 又一次自己超自己了 这次江富士打架时候 用来比喻礼服的旧桥段 再一次超冷饭用多一次了呀 分镜可以说一模一样 范远你是想象力耗尽 既穷了嘛 不过这样一来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现在常态的永三的气场 已经堪比当年用礼服这招 才能达到水准了呀 永三又成长了 而且在想象的画面中 初处这个高手 看到永三又起身想逃亡的倾向了 而德川听到这块后大喊 开什么玩笑啊 铁球 你居然将永三比玉神区区的运动员了嘛 这样说你很勇哦 说完德川似乎受不了某人的气味 就点烟屁味 从温暖的排气管喷出尾气后 对初处说道 你这块也太夸大骑士 太过吹屁了吧 而永三听到这番插心的彩虹屁后 露出小虎牙说道 初处这名称的出面意思 就是出腿的速度很快啊 那么 你的出速究竟有多快呢 天啊 永三圈首次见面 就要考验出速的出速了 全身参发出臭骨般兴奋气场的永四郎 这是公然对出速发起挑衅的挑战嘛 这种首次见面的情况 与肥猪树米结样不同 看来他真的对出速的出腿速度 有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啊 事到如今 这个拥有1600吨超强踢力 一脚就能踢断向腿 而且当高超快踢速所示范的脚气 就能切断整个走廊 踢出空忌惮和光芒的男人 为何会对这个区区踢碎小石子的家伙感兴趣的呀 难道是因为出速是帅哥的缘故吗 答案又是什么 好了 这就是124款漫画内容 看着鸡蛋我 将本来一分钟就能看完的漫画内容 阴深深水个十分钟时长的份上 你们点个赞不过分吧 以上翻译都是鸡蛋下鸡版的 想知道真相 大家可以等汉框出来哦 就吐槽一下吧 这话可以说是零进度啊 班员真的太冷水稿废了 而且开头的前九夜 还是连一句对白个心里描写 都没有了纯分镜啊 班员你是想不出台词了吗 已经达到无职生有失的水准了吗 试问敢这样玩的漫画价 当今世界又有几人呢 这是为了照顾我们这些看不懂外语的读者 才这样做的吗 班员你真的太温柔了 唉 我估计下一期就会开打了吧 不过大概是双方摆出架式 然后再吹冰 再水一块 然后下周就看 肯定是这样的啦 好不吹了我们下期再说吧